人類學 就希望說透過人類學的精神 它是可以挖掘很深度的文化生成 怎麼樣再把它轉化成創意的應用的形式 所以我們會有 我會個人講六堂 有一堂我們會在The First 就是松菸成名的餐廳 因為我本身的專長是比較是飲食跟文化 我會把我設計過的民宿菜單 然後我怎麼設計的 我怎麼找到文化內涵的 怎麼轉換成一道風土料理 我會再跟The First的主廚討論出 那天晚上上課 課堂上我們有吃有聽有感覺 就會把食物跟知識給吃下去 那另外我會再邀請四個打滾職場 很久很有文化跟創意內涵的人 包括薰衣場聖靈執行長 楊麗舟 紀錄片導演 吉米的總經理李宇山 還有像Shopping Design總編輯 他們怎麼把他們的文化的能力 轉化成創意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所以因此我希望這十堂課 會讓大家有知識上的飽滿 也有心靈上跟實際應用上的連結 我希望這堂課會比較有趣